大家好,我是超哥,欢迎来到超哥大话题 刚刚看完阿克廷的巴拿马这场友谊赛 说是友谊赛 先说巴拿马这边是真没把这场友谊赛当成友谊赛来踢 有点绕嘴 你看了比赛的过程就可以看得出来 巴拿马踢得特别特别认真 而且巴拿马他是参加过2018年世界杯32强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所以说呢,这支队伍我跟你讲 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关注过的 这支队伍非常非常团结 而且国家荣誉感特别强 对于比赛相当认真 那么也延续到了今天的这个比赛 巴拿马踢的就是很认真 虽然说是友谊赛热身赛 但是我绝对不是陪你阿根廷来走过场来的 整个巴拿马队他踢的就是非常认真 包括凶反的逼抢,犯规,防守 他这个防守做的真是特别特别好 他这个防守的强度真的是不低 当然了,他进攻这方面的确是天赋有限 无法对阿根廷的球门 形成有效的威胁 但是就是这种百大八的防守 给阿根廷的进攻制造了相当相当大的困难 这场比赛呢,我们的球王梅西发挥依旧是出色 梅西进了一个球 有一个球是击中门柱之后 弹回来阿尔玛达门前强解 将球打进 那么阿尔玛达打进的那个球跟梅西有着莫大的关系 梅西击中立柱之后,弹回来 应该是立柱加横梁吧,一个十分角 弹回来之后,阿尔玛达门前捕射 帮助球队打开了僵局 这个球很关键,因为说实在的 就是虽然说是在阿根廷提,虽然说是有仪赛 但是呢,他前面有一个氛围是什么呢 是第一次阿根廷世界杯夺冠之后 合体在阿根廷国内第一次比赛 所以说呢,是有仪赛 也是一个夺冠的庆功赛 那么这场球,你要是说不进球 或者是平局 对于很多到场的阿根廷球迷来讲 对于很多想看夺冠庆典的这个球迷来讲 毫无疑问,他是有遗憾的 所以说这个球进的相当相当关键 梅西用他出色的表现证明 他在阿根廷这支国家队 就是当之无愧的核心 再一次向世人证明 这就是球王,对不对 也向巴黎圣尔曼证明 有我的球队,围绕我为核心打的球队 踢的,就是舒服,就是华丽 就是有统治力 阿根廷今天就很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 当然了,拥有一个进球是远远不够的 那么第二个进球也是任一球 今天梅老板的脚感其实特别特别好 三脚任一球把两脚集中横梁 完了制造了一个进球 第三脚任一球直接就是完成了射门得分 当然了,其他世界还有几脚任一球 但是都没有集中目标 都是稍微高了一点点 但是还有被巴黎玛的那个守门员扑到了 还有扑出去了 所以说梅西的脚感特别特别好 最主要的就是三脚任一球 两脚横梁,一个十分角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直接任一球的破纹 2比0的比分很完嘛 梅西也用他个人的这种优异的表现 再一次向大家展示什么叫球王的技术 你不得不说你踢进这一球 就是比踢进点球爽 那么这场比赛呢 赛后结束之后 又有很多这种感人的画面 我也是看得有点热烈盈眶 我看得有点激动 再一次全场的灯光按下来 把这一个球场变成一个超级超级打秀一样 远处的这种大屏幕 再一次回放了 三个月前安克廷夺贯的各种历程 让人看得无比激动 而且所有的队员战成一排 安克廷足协这一点必须得表扬一下 办得相当相当有仪式感 安克廷足协主席这个塔皮亚 真的是太好的一个主席了 每一个球员前面奖励一个复刻版的大力神杯 特别特别有仪式感 这些参加事业杯的这种主力球员 会因为这一个事业杯而铭记一声 那么也会得到了一个永久珍藏的复刻品 这是他们这些阿根廷球员 所有人的一声荣耀 都会伴随他们一声 这真的是一个巨大巨大 无比无比强大的那种荣耀 现场将近九万多名的球迷 还有那么多的媒体 大家聚在一起 感受了这样的一份快乐 最后呢斯卡洛尼讲话 梅西讲话 梅西呢又和他的家人一起 再一次在安克廷所有的球迷面前 再一次又捧起了大力神杯 远处的烟火绽放 再一次让人想到了 三个月前阿根廷球迷 那种巨大巨大无比的快乐 那这种快乐是谁带给我们的 是斯卡洛尼 是梅西 是所有阿根廷 为之努力拼搏的队员 我们真的要好好好好的感谢他们 那么好了 所有尊贵的三星阿根廷球迷 这场比赛特别特别完美 梅西表现也特别特别完美 不仅有击中横梁 完成坚决助攻的那种表现 还有直接任一球的那种破门 梅西呢 个人整个职业生涯的 总进球数也来到了八百利 不得不说 这真的是一个伟大伟大的成就 之前在法甲的时候 咱们都感觉 梅西是不是应该再进个球 尽早的打开八百球的这个大关 但是现在在我看来 在这场比赛 完成八百球的这个大关 相当相当有纪念意义 值得所有梅西球迷 以及阿根廷球迷深深的铭记 好了 我是超哥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